接下來進到的重點叫做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的歐姆大哥發現了 他做實驗的時候發現一件事叫做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為什麼電壓會跟電流成正比的條件是因為他電阻沒有改變 因為電阻沒有改變所以電壓會跟電流成正比 這叫做歐姆定律 我們寫錯V等於IR V等IR 那麼這邊有一個模擬的動畫 希望不要跟剛才一樣弄馬上不出來 來 這個就是你看到我把電壓變小一點 變壓三伏特然後電流是5.5毫安 然後呢把它加倍加到六伏特 1.10.9一個誤差大概就11毫安 所以大概所以電壓變兩倍電流就會變成兩倍 當然如果你的電阻不一樣電流也會不一樣 電阻比較大電流就會比較小 電阻比較小電流就會比較大 就是跟講所以這重點就告訴你說 這個裡面要告訴你什麼 電壓跟電流會成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OK 叫做歐姆定律 好 一個剛才寫R等於I分之V 一個寫成B等於IR 對你而言你會覺得這兩個是基本上叫做一樣的 可是物理意義是不一樣的 這個要定義 所謂的電阻就是通過單位電流所需要的電壓 所以只要你把這個時候的電壓 這個時候的電流帶進去 就會得到這個時候的電阻 OK B.IR的重點叫做歐姆定律 重點在說因為我的R是固定的 R一樣 就是我們正比的通勢嘛對不對 什麼X等於C分之Y CY啊 C固定啊 所以CY會成 XY會成正比 X等於CY XY就是正比 所以R固定 所以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所以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條件是 電阻為定值 電阻為定值 所以它意思不太一樣 不是所有東西都遵守歐姆定律 像這個二極體 這是我們常用的發光二極體會亮的 會發光二極體會亮的 這個東西它就沒有成正比 它的電阻的大小會變 會使著電壓的改變而改變 所以畫出來圖長這樣 長這樣 長這樣 基本上電壓變大的時候 電流增壓得更多 所以表示電阻會變小 電阻會變小 所以它並沒有遵守歐姆定律 可是不管你有沒有遵守歐姆定律 那如果遵守歐姆定律 那如果遵守歐姆定律的好處是什麼 我站三伏特的時候 我算出來電阻是六歐姆 那電壓改成四伏特呢 還是六歐姆 改成十伏特呢 還是六歐姆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帶過去用就可以了 所以這就是 如果遵守歐姆定律的好處 我算出一個以後都一樣 我們的考驗上的題目 基本上都是遵守歐姆定律 都遵守歐姆定律 叫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條件 電阻為定值 電阻不會改變 就是我們的跟各位介紹 有關歐姆定律的部分